闽农 齐二 这是个焦阳似火的政务 整个世界都快被烤焦了 水牛躲进水里 只露出两个鼻孔用来喘气 黄狗则躲在树下 吐出舌头散热 而在高高的关架台上 官员李逢吉正在阴凉的大伞下 宴请友人 中堂诗人李申 这一大桌的山珍海味 简直让李申目不暇尖 养赌包子鹅 包玉羹 蜜自谢 每一道菜都精致而又珍贵 单是那一盘麻辣鸡蛇 就不知道宰杀了多少只鸡啊 连米饭都一粒粒的特别经营剔透 想必也是名贵的品种 然而餐桌旁的李申却无心动快 因为他看到在关架台下 农夫们还顶着烈日继续挥汗如雨 那赤裸的脊背在阳光的暴晒下越发有黑发亮 回过神来 李申发现原来在大快朵頤的李逢吉 已经露出酒足饭饱的满足笑容 那一大桌的菜肴还剩下一大半呢 来人 把剩下的饭菜都给我倒掉 顶可见山珍海味变成了空中垃圾 看到那些坠落的饭粒 李申仿佛看到了农人们如雨下的汗里 拍案而起 写下了愤问的敏农 诗提名为敏农 是同情农人之意 向来忧国忧民的李申 此前已经创作过一首敏农 所以这首诗被称为敏农七二 除和日当午 除和是使用锄头送一送和苗周围的土 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吸收养分 一大早 农夫们就默默来到了田地里 然后便开始一刻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锄头 仔仔细细地给和苗松土 不知不觉 一上午就过去了 正午的太阳变得越发毒辣起来 农夫们也已经是口干舌燥 两眼昏花 但是依然不敢怠慢 坚持继续劳动 直到汗滴河下土 太阳就这样一直将炙热的光芒 喷吐向地面 喷吐到农夫们的身上 衣服已经完全湿透 只能光着几倍 而那些陡大的汗珠 却依然顺着额头一直往下流 一颗颗滴落到河苗的身上 再顺着河苗的叶子滴落到干涸的泥土里 滋润着土地 都说河苗是吸收着雨水长大的 殊不知他们其实也是吸收着农民们辛勤的汗珠长大的呀 李深接着说道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餐就是饭的意思 有谁知道 我们每日餐盘中的饭粒 一粒一粒都是靠着农民们千辛万苦的劳动才换来的呀 李逢吉看到这首敏农 自然也是面红耳赤了一番 这首诗的经典之处就在于它从小处着眼 刻画出汗迪河下土的生动细节 让人每次端坐在餐桌前都会联想到 所有的饭粒都是从汗粒转换而成 粒粒都是农民伯伯辛苦所得啊 想到这样的场景又有谁会忍心随意浪费粮食呢 除河日当午 汗滴河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